联邦土地发展局环球创投有限公司FGV丑闻越闹越大 继该公司首席执行员拿督扎卡利亚 星期三到反贪污委员会录取口供后 星期四轮到反贪会官员拉大队到联邦土地发展局大厦充公相关文件 接近30名反贪会官员分成5批人 一大早陆续抵达联邦土地发展局大厦 场面相当浩大 官员随后带走了大批文件 FGV因为子公司Delima Oil Products和阿富汗公司Safitex 有不当的信贷交易 违反正常作业程序 首席执行员拿督扎卡利亚 涉嫌在没有信用状的情况下进行交易 导致子公司的款项被拖欠高达830万令吉 被董事局无限期停职直到内部机场完毕 炮新闻朱慧明报道